禽流感疫情的最新消息 这是在云林县的原长乡的这一间养鸡场 最近竟然出现了4000多只肉鸡异常死亡的情况 那么经过检验已经确认他们感染了高病原性的禽流感H5N2 云林县动植物防疫所今天到现场进行了扑杀以及消毒的作业 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在主要在连日多日阴雨之后 许多野鸟它必须找寻它躲藏的地方 加上上次的台风造成这个蓄射部分的破损 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因素而造成这个场的机制 就是感染到了这个流感 好 这间养鸡场总共养了2万3000多只的肉鸡 已经有1万7000多只的感染机制被扑杀 初步研判疑似是带有病原的野鸟到这里来避雨 加上苏迪勒台风来袭 养鸡场的繁布破裂 机制受到很大的惊吓 抵抗力才会大幅下降 也才会让这个疫情再扩大 防疫所将会持续追踪 希望把疫情缓和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